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10号上午举行七星台安检所听设增建工程动土典礼 由陈玄良分署长主持并邀请华联县议员郑宝秀 海巡居有总会华联分会林庆明副会长 手持精产共同完成动土仪式 崭新在地的海巡听设 海巡署东部分署分署长陈玄良在致辞时表示 愿七星台安检所听设空间老旧且住宿空间较为不足 为了提升同仁生活以及为民服务的品质 并因应观光需求服务 特别赤字1800多万元 将现有安检所旁基地纳入这一次的新建工程内 来共同见证我们七星台安检所增建工程的动土典礼 如今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起机动土 我在这边感谢各位嘉宾大力支持 土地上规划一栋一层楼RC建筑 建筑物外观结合当地景观以及自然环境特色 预计将在111年12月底竣工 期许新听社能够提升同仁生活品质与改善工作环境 也让七星台在添打卡热点提高海巡曝光度 让海巡同仁在更优质的住宿空间中能够更进一步服务箱里 造福群众 记者林杰 新城乡采访报道